這個單像法最主要作用就是 不要讓我們的熱氣悶在裡面 密合式面罩設置排氣法 讓呼出的熱氣散出 新鮮空氣則靠裁剪好的一次性醫療口罩過濾 新創設計就鎖定疫情間的口罩防護需求 改良防毒面具輕便版 有氣密功能並排除廢氣 使用的一次性醫療口罩 裁剪之後能延長使用期 一片當作六片使用 除了防護口罩有感病患需求 尤其國外部罰因而確診 有創客設計防疫隔離艙 使用塑膠墊隔離外圖環境 配合醫療口罩提供乾淨空氣 今天部門沒有很長 有時間一直看著寶寶的狀況的時候 然後他寶寶有生理的異常狀況 他會先通知到父母的LINE上面 然後也會在我們燈條發出紅色的警示燈 使用一歲以下嬰兒可以透過網頁 監測嬰兒體溫周遭空氣以及動靜 若發燒體溫過高 還會立刻收到即時回報訊息 商品可以它的服務可以非常非常的有彈性 那從不同的面向去解決很多社會的需求 所以投資人針對這幾個idea 最近甚至於說這半年間都非常非常的關注 新創除了這樣創意實體化 還得跟著上現況環境趨勢 還能增加投資人青睞機率 記者彭志華 謝偉 恩少組 台北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